今天让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 有关于中国南篮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吧 想必不少对南篮赛事运动保持着关注的球迷粉丝都能够得知 此次夏季联赛中广东南篮的整体发挥和表现极其出色 以13分的优势成功战胜深圳南篮 在比赛过后有不少媒体人纷纷分析透露 新赛季的替补球员人选将有较大概率 根据此次夏季联赛首胜中球员的表现来进行决定 比较可惜的是 王兴凯赵锦阳将有可能被淘汰不再任用 通过两场赛事对局过程不难发现 二人的表现发挥逐渐变差 很难让人满意 其中尽管赵锦阳正常比赛得分还算合格 但是考虑到极低的投篮命中率后 恐怕并不会得到杜峰教练的认可 除此之外 作为球队中的老将王兴凯 不仅是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 像一些联赛备战都有跟随队伍训练的经历 然而却在本次夏季联赛中 完全没有打出属于他这类球员应有的实力 所以说 后续新赛季的赛事中 也很有可能被淘汰出替补阵容 与上述两位球员情况与处境完全相反的是 球员黄明依 李银博 张明驰 这三人经历过此次夏季联赛的几场赛事之后 可谓是圈粉无数 在看过这三位球员的场上表现 以及场均数据后 不经令部分球迷粉丝猜测 不封教练心仪的球员恐怕就是这样了 尽管说球员黄明依参赛经验少得可怜 但这并不妨碍在赛场上打得刺 一般球员要出色的多 再加上还有越大越好的趋势 所以说势必会被杜丰教练选中 进入替补阵容中 球员李银博则是凭借着自己要强的表现 征服了观众 他在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拼劲 正是现如今球队球员最为需要的 最后球员张明驰也同样没有令大家失望 场上得分更是十分亮眼 不过唯一需要调整的地方 就是去控制失误犯规次数 这样一来 有了这三位球员加入的替补阵容 势必会打出超越之前的成绩 对此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